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完美选务所 我是根果黑美人 最近因为疫情解封了嘛 大家都报复性的出国了 那韩国呢 有很多小众设计师品牌 也跟着报复性的窜红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整理出六家近期超红 去韩国必逛的设计师品牌 要来跟大家分享 各种风格都帮大家拿捏的 好好的 所以呢 最近有要去韩国玩的人 绝对记得把这六家排进行程里 那这次呢 这个主题会分成上下集 我每集两集呢 会各会分享三个店家给大家认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一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家店 叫做Martin King 那我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品牌背景 这家店的主理人呢 本身因为妈妈跟外公 都是从事时尚相关的行业 所以呢 他从小的对时尚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太严的着用 让这个品牌就是在韩国迅速的窜红了起来 那这个品牌呢 本身是主打欧美潮流风格 那它的时尚里面叫做 时尚又舒适的存在 那经典款的包包上呢 都有一块金属片 我相信如果有在关注韩国时尚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包包一定不陌生 那它的包包呢本身都是走 经典百搭俐落的路线 颜色的话呢除了最经典的黑白色之外 还有一些像是水蓝色啊亮绿色啊桃红色这种比较前卫大胆的配色 那服饰方面基本上就是都是比较简单百搭的 当然也有一些配色或是剪裁是比较大版浮夸的设计 不过基本上整体来说都还是非常的好搭 其中呢这个品牌Martin Kim的文字贴头毛毛 还有文字针织衫这系列简约大方的设计呢 更是从去年就一直在引领着韩国时尚系 那我自己呢整理出了三个 我觉得就是逛这个品牌必买的经典品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金属牌钱包 大家对这个金属牌钱包应该都不陌生 从一两年前其实就已经蛮红的了 第二个呢是尼龙肩背包 我个人觉得这家Martin Kim的尼龙肩背包呢 都是非常简单俐落的设计 但是就是一上升就是整个非常的有形 如果呢你是觉得单品都要走百大路线 那你就是选黑白经典款不会错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用 就是比较浮夸色系的单品 去点缀你整身的穿搭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入手一颗亮色系的包包 好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 必买的经典品项呢就是它的文字贴头毛帽 我自己去看那个Martin Kim的IG 官方IG啊我就觉得天呐 他们的就是店员就是穿的很简单 但是只要戴上那个文字贴头毛帽 哇那个整个人的时尚度就大幅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品项 那我自己对这家店的心得呢 就是我觉得特殊色肩背包绝对是必修的款式 因为我自己觉得就算你平常穿的是很素的衣服 但你只要有一颗有亮点的包包 就可以帮你整体的时尚层次整个提升起来 所以啊我已经就是预计就是8月 我今年8月是韩国的时候 我一定要入手一颗Martin Kim的包包 好那第二家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品牌 叫做Adder Arrow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最近韩国的设计师品牌的名字 都给我越来越难念 而且都是一些就是看起来很 有点奇怪 又有点念不出来的英文 所以如果念的不是很好听请大家见谅 那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品牌的背景 它是创立于2014年 然后它是由一群就是首尔的创意人士组成的 那这些创意人士呢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 有可能是食品业啊时尚业啊美妆业啊或是家具业啊建筑业各种层面的人 经由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聚集在一起 更能激荡出更多不同的创意火花 那这家的品牌风格呢它是无性别品牌 所以顾名思义基本上这家店的就是几乎上所有的衣服啊裤子都是男女都可以穿的 最经典就是它可以把复古跟未来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并且这家品牌很擅长玩结构主义 它常常会把他们家的logo就是用一些很趣味化的处理 比如说像是俄罗斯方块挥标啊或是流动的字体啊或是标签的字体等等 然后再把这些创意的logo就是运用到各种衍生品上面 那它的品牌代表色是很高饱和度的蓝色 所以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其实也都有看过他们家的单品 那这家比较厉害的点是就是这个Addera这个品牌呢 它也被誉为是联名王 因为它真的跟太多大品牌厉害的大品牌联名过 最有名的就是跟Puma跟Converse还有像是跟甚至跟Castify 手机壳品牌都有推出过联名商品 那我自己也整理出了三个我觉得这家店的必买的经典品项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Buma就是质感宽松的卫衣 因为我觉得这家店的卫衣都是走oversize路线 然后但是他们的剪裁又能很修饰 就是oversize的同时又能很修饰身形 这点我是觉得非常厉害 那再来第二个我觉得Buma的经典品项 就是他们的重磅棉脂T恤 我觉得他们家的棉脂T恤的设计都很简单 可是看起来就是是真的都蛮有质感的 而且就是挺度也很够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入手的一个品项 那再来呢第三个我觉得一定要入手经典品项 绝对就是各种联名鞋 我真的觉得像他们跟Buma跟Converse的联名鞋都超厉害 很酷就是你其实就是从很多 就是那一双鞋就是有很多小细节跟小亮点 你都可以看出来是跟AdAro的联名 我本身就蛮喜欢就是他们家logo的那个蓝色 我本人就是喜欢各种高饱和度浮夸的颜色 然后呢并且呢这家converse的联名鞋 联名结构鞋是我从前一阵子就非常想要入手的单品之一 好接下来第三家我要介绍的品牌叫做Marty McCready 这真的也是有够难念的 我每次念都觉得手头快要打结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念对 但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Marty McCready呢 他在法文的意思是星期二跟星期三的意思 然后他是一对就是韩国的设计师夫妻共同主力的 这家名字就是法文嘛 所以顾名思义他的品牌风格就是法式浪漫的风格 然后其中又是清新可爱的路线 像是呢这个品牌最知名的就是那个小厨局的T恤 基本上小厨局T恤现在在韩国的路上或是台湾的路上 应该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穿 那这家的整体风格路线呢 就是像小厨局T恤一样用简单清新的线条勾勒出那个小厨局 然后再配上很精致质感的字体 然后搭上一些和谐的色调 或是像是绿色啊粉色啊黄色这种和谐的跳色 然后激荡出这一件小厨局T恤 那这整体看起来就是会给人 嗯有点慵懒帅性 但是又很时尚百搭的造型这样子 好那我自己呢也整理出了三个 在这家店必买的经典品项 首先第一个就是小厨局系列提 其实小厨局这系列有出长袖短袖长版短版 各种剪裁版型size都有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配色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觉得是必入手一件 那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很经典必买的单品呢 是小厨局系列的针织衣 我自己觉得这家的针织衣剪裁都很简单 但是就是感觉又很 就是不管你的身型是怎么样的人 都会适合这个他们家的小厨局针织体 针织衫 而且他们小厨局针织衫 蛮多其实都是亮色系的配色 可是整体看起来又是很和谐 而且也不会很高调的那种 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经典必买的品项呢 是这家的蜡肠狗梯 我相信蜡肠狗梯 大家应该在路上也常看到 因为基本上现在去韩国 只要你有逛这家店 你不是买小厨局梯 你就是买蜡肠狗梯 所以我自己觉得蜡肠狗 也是他们家蛮经典的一个品项 那我自己对这只家店的心得呢 是我本身就超级想入手 小厨局系列的梯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跳色控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跳色都掌握得很好 就是不会很突兀 不会太高调 但是就是你又可以看出 里面是有设计感的 我本身也很喜欢 花朵元素的任何东西 所以我自己就是私心觉得 厨局系列的东西 衍生出去都非常好看 包括他们的白衬衫 他们的白衬衫就是一件 oversize 的衬衫 然后胸口有一朵绿色的厨局 哦 这样就是有够好看 再延伸出去 像是厨局系列的瑜伽裤 我也觉得有够好看 就算我不运动 我也超想买一件来穿 所以就是强烈建议 大家逛这家店 一定要入手一个 厨局系列的单品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整理出的 其中三家韩国必逛的设计师品牌 那下一集呢 的另外三家也是超级精彩 有超多特殊厉害的东西 喜欢的朋友们绝对不能错过 那大家呢也不要忘记 开启小铃铛 然后帮我这支影片按赞跟分享哟 如果想看我盘点什么其他相关的主题的话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